在优胜美帝国家公园东边以及北边 有许多不错的景点 今天的自驾游专题 梁秋玉为大家介绍 Mono Lake温泉小镇Benton 以及中立公园 也称为鬼镇Ghost Town的Body 大约76万年前形成的Mono Lake 在加州Mono县 优胜美帝国家公园的东北边 是北美最古老的湖泊之一 由于湖水没有出口 全靠蒸发 因此湖水的含盐量比海水高两倍 而水中沉淀的矿物质 形成各种形状的钙滑 突发 是非常奇特的地貌 另外湖中大量的盐水虾 每年也会吸引200万只猴鸟在这里栖息 如果从旧金山出发 车程大约5小时 Mono Lake有一个游客中心 大家来这里可以先到游客中心 索取一些游览资讯 游览了Mono Lake之后 大家可以继续开车 沿395号公路南向 行驶约70分钟 抵达加州和内华达州边界的历史小镇 Banton Hot Springs 建议在此留宿一晚 Banton小镇的历史 可追溯到1850至1860年代的陶金时期 镇上目前仍保留着 当年的一些历史建筑遗迹 住宿的地方都是旧市民宿 而且房间有限 所以计划在此留宿的游客 最好提前至少一两个月预定房间 而且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温泉镇 住宿的地方还提供泡温泉的设备 更有趣的是 镇上的自来水 包括浇花 冲厕所的水也都是温水 休息一晚后 第二天上午离开前 可以在镇上游览一下古迹 包括富国银行办公室 啤酒酿造厂 旧油局 以及山上也有150多年历史 至今仍开放的一个坟场 离开Banton温泉小镇 沿120号公路西向 转395号公路北向 再转270号公路东向 行驶约1小时45分钟 抵达Sierra山脉东边的 加州州立历史公园Body 很多人也称这个公园是鬼镇 Ghost Town Body始于淘金时期的1860年代 1870年代中期到1880年代中后期 是小镇的巅峰时期 有5000到7000人在这里居住 进入20世纪 随着淘金热潮退去 镇上人口也逐渐减少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1920年 Body的人口只剩120人 从此有了鬼镇的名字 1961年设计成为国家历史地标 隔年成为州立历史公园 至今仍保留170栋历史遗迹 让游客了解当年镇上居民的生活状况 公园需购票入内 而且只收现金和支票 Monolake Banton温泉小镇和鬼镇Body 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行程 虽然开车时间较长 但沿途风光地貌奇特壮观 绝对不需此行 26台记者 梁秋玉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 可透过KTSF 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